大美術館計劃鐵道變黃金 房價漲一到兩成 高雄市鐵路地下化後 過去鐵道沿線規劃成綠圓道 其中位於豪宅區 美術館生活圈的西側翠華路周邊 正推動大美術館計劃 原先鐵道沿線變成帶狀公園 綠地面積增加1.5萬坪 造就出景觀豪宅 去難房價保守估計漲一到兩成 民眾對鐵道變黃金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不過這個大美術館計劃佔地約40公頃 預計年底或明年初80米綠圓道就會完工 在翠華路西側的這一側 整個是有景觀的 那整個接貨的環境都會變得更好 專家分析 就房市來說 美術館西側翠華路從原先鐵道首排 變成綠圓道第一排 對房市買氣有一定程度提升 沿線的第一排 它其實房價上已經有增值的效益出現了 除了直接受惠的翠華路沿線 還有翠華路以西的內圍地區 房價同樣出現增值效益 以豪宅案美術帝國為例 高樓層成交突破每平35萬 市場詢問度也因綠圓道完工而有所增加 再朋友 在這幾天